现在这个合二厂的二号机 本来要进行40天的期末大休 现在也要提早开始 原本是2月26号进行的 现在已经要申请要重新开始了 因为他们好像供电是不是吃紧了 原来会也证实已经收到了这个 二号机要重新再起的临界申请 究竟为何台湾停跳电事故频频 而且真的是我在友台 我在中市也讲过了 就是目前我们的电的供应 竟然还懂得周休二日 就不是说一周只有两天停电 不是 是一周只有两天不停电 所以是停电先生也懂得周休二日 那么是电力先生懂得周休五日 在劳动权益上真的是非常大进步 那究竟为何如此 就其关键大概第一个 因为毕竟民进党搞非核家园以来 台湾本来就即将面临着缺电的问题 所以被载容量 时常都没有办法达到全然的绿灯 理论上安全应该要到达十几% 甚至到20% 但是民进党都告诉你说 那我们只要10%左右就够了 或者是7% 8%也就很够了 那实际上就是缺电 所以当然一遇到事故的时候 没有办法紧急支援 那第二个呢 是因为长期的电力不足 所以台电也好 以及各项的发电设施 各项的发电设备 就必须要减少维修的时间 那甚至呢要降压供电 当然也就增加了 被破坏或者是发生事故 或者故障 或者是被操坏这样的种种问题和危机 第三个是巧妇难为无名之吹 那么既然在电力有限 那台电当然优先要解决了什么 那当然是抢先发电 那因此各个地方的小设备 或者小零件 或者各种地方电路管线电网的维修 台电当然就没有办法花费那么大的时间 跟精力去做维护 那么在第四还是有一个原因 就比如说这些小动物事故 或者是意外 往年有没有呢 你说以前有没有 十年前有没有这个小鸟在电线杆上 然后碰一下 然后导致停电的事故 十年前也有 几年前也都有 那只不过是因为今年以来 大停电的事故很多 所以民众或者是媒体 会特意的来报道 各式的小动物的事件 所以大家才会感觉上好像很多 但当然实际上往年也都会有 这确实是没错 但我们就从这四个原因来分析 你看其实缺电 还是占非常重要跟关键的原因 否则如果不是缺电问题的话 又何必要把 目前应该要维修到 40天的核二厂的机组 那紧急压缩到 只修了20天 就要拿出来供电 所以民进党心里头还是知道 核电还是挺香的 就核电还是真香 那当然了 你看减少维修的时间 然后减少这些 应该要去好好做检查的时间 最后拿来发电 那如果一旦发生了 哪些不安全的事件 或者如果零件又出意外 那最后民进党又要怪谁 是不是又要去怪核电呢 民进党就从来不怪自己 那为什么又要把 维修到一半的事情 维修到一半的机器 再度紧急拿来使用 最根究底 就还是电不够 你知我知 独眼龙都知 所以这么多天以来 或者自从我们的303 停电跳电被大家所关注讨论 至今蔡英文也好 苏贞长也好 或者是王美花 有没有对台电的基层人员 说声感谢 或说声辛苦了 没有耶 完全没有耶 这么多次的停跳电事故 然后台电人员在冒着风雨 或者是在半夜 积极的去抢修去维护 那么到底民进党 这些高官们 有没有向基层员工 说声感谢或辛苦 没有 反而给的是什么呢 是恐吓 是威胁 干嘛 要法办 涉及到境外势力 要法办你 涉及到国安 所以要调查你 蔡英文要出动山上的神秘单位 就所谓的国安调查单位 跟情志单位 甚至军警单位 要干嘛 要调查这些台电员工 那为什么他会停电 是不是人为破坏 这些小动物 是不是人放上去的 那虽然陈平通也知道很无聊 那大家都知道很无聊 那民进党为什么就讲这个话 就是为了要转移大家的焦点 甚至干嘛 就是来恐吓台电的民众 如果你再发生停电的事故 干嘛 就不单纯只是行政疏失 或者是维修疏失 他可能就拿 所谓的反渗透法来搞你 拿所谓的国安法来搞你 这就是民进党 在如何恐吓台湾的基层 和第一线的员工 这才是最可恶的 那我看到经济部 大概就在 这一两天吧 才又出了一个新的短片 就在拍说 哇台电的员工好辛苦啊 每日每夜啊什么的 那请问台电员工这么辛苦 经济部有没有好好的来思考 那到底电网维修如何维系 那电网的韧性如何加强 在2017年815大停电的时候 民进党就告诉大家说 这是电网问题要好好加强 加强到现在仍然没有加强 那为什么王美花可以 完全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也完全不用下台 继续死赖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呢他不负任何的责任 他也不用做任何的道歉 民进党最擅长的干嘛 就是高官出示 长官出示 却都拿第一线的人员来背锅 现在就告诉大家 你看第一线人员好辛苦啊 但是他也不说谢谢 你看好辛苦啊 所以大家同情第一线人员 就像当初疫情破口也是一样 啊医护人员好辛苦啊 没有人指责医护 大家是骂你防疫无能 啊这个机师啊空服员也很辛苦 没有人骂他们是破口 真正的破口是民进党防疫无能 但民进党总是如此 今天呢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这一台呢 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 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